其實現在我們這些軟體啦 雲端服務很重要的趨勢就是 怎麼都是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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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請問範本這個詞 你曾經在哪裡用過 PowerPoint 沒有啊 其實老師您國小說 我們就用過文 寫著文也有範本 有沒有 四段四的 不管國文的 中文的還是英文的 有沒有 都有提供很多Sample給你 對不對 給你看 然後你就會照著臨摹 所以以前我們寫書法 有沒有範本 名人的字體對不對 這些都是範本 那為什麼要參考範本 因為他做得很精彩 表現得很好 所以值得我參考 那到最後就是直接 值得直接應用 那重點是 範本的英文 你要找這兩個 因為你找範本 只會找到中文資料 對不對 可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網際網路上的資料 請問你哪一個語言最多 英文 所以你可以試著找 這兩個關鍵字 今天你要找PowerPoint 簡報的 你就PowerPoint加上Template 你就會找到好多好多 你直接找簡報範本 恭喜你 沒有辦法出國 就只能在國內 蹦蹦蹦蹦 找到資源真的少很多 所以以前呢 我之前也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找 這樣的關鍵字去找看看 那早期我們大部分都是用Template 那因為是複數 所以有加S 那後來最近這幾年 有另外一個名詞叫Markup 有聽過嗎 這個 因為它比較像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圓形 雛形 類似像這樣 那它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找到 所以 你用這兩個關鍵字都可以找到很多 有網站他們專門就在做這一塊 都在做這一塊 就幫你把它找好 然後呢 甚至有 比如說像設計系統 也比較常找 Photoshop 甚至都有這種原石打 設計好了 你就拿去用 就OK了 所以 這個是比較特殊 那你就會 這兩個關鍵字 其實你就會找到很多 那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先來試看看 這裡 有一個線上的影像處理 我們要先來試一下 因為做動畫也是一種 線上的服務 不少 但是影像處理是現在怎麼樣 相對來說 影像處理 相對來說是雲端服務 成熟的 所以你們手機上有沒有很多APP 是跟拍照有關係的 因為我常常 像我在用那個虛擬設計 同學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因為我都用前面這一台 我都用前面這一台 網路攝影機 然後他就問我說 老師 那個 虛擬設計有沒有 美膚的功能 美肌的功能 我都用在那裡 噢 現在大家要求很高 所以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OK 那您可以先點這個進來 好不好 點進來一下 這樣 OK 那一進去就他那個界面 這個是有中文的 那麼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 在一個新的頁面打開 好 不見得要在OneNote的裡面 這樣來做 好 不見得要在這裡面做 那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OneNote如果你想做筆記 你們進來應該會有看到 右手邊有這個 而且會跳一個這個 有沒有 你們的進來是不是會跳這樣 好 那你先按確定之後 右手邊這個筆記 你可以先用文字式的筆記 當然他也有手寫的筆記 就是抓畫面式的筆記 好 只是這個要裝一個擴充工具 現在沒有裝 這邊就不能用 好 不能用好 那這裡 你可以 這邊 好 你就按確定 你的筆記可以多個 你可以很多個 那如果你是那個 就是影音的筆記更方便 像我們剛剛有看影片 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要做影音的筆記 這樣有看到了齁 那如果你看到哪邊有問題 你就暫停 你就在這邊做筆記 好 打下去 確定 有沒有發現你的筆記 第幾分 第幾秒他們也記住了 所以呢 當你看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我如果有問題 點下去 有沒有馬上就跳回 008 因為 看影片跟 看照片是不一樣的 對吧 影片是有時間這個維度 所以 如果你只是自己做筆記 你不知道 到底這一段是 什麼時間的筆記 好 所以像one note 這個是它的優點 就可以像這樣做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要去看這個 對不對 叫做 photo 點進去之後 你如果不想要開在它裡面的 你也可以直接按行本頁 那當然 筆記欄如果你不想看到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它就收起來 這樣你有比較大的空間 好 比較大的空間 那我這邊 在新的頁面打開 各位呢 一進來之後 在這裡 它有分所謂的 編輯 拼圖跟設計 那各位 我們要看的是設計 因為 這兩個你都會嘛 對不對 編啊 美肌啊 都在那邊 好 我們要的就是設計 點進去 因為它最近其實網站有改版 所以都改成標 就是標準的HTML5的版本 早期這類的網站 通常都是Flash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Flash不行了 所以 他們都已經開始在做改版 好 那你進來之後啊 如果你想用中文 這裡面 我們剛剛應該有中文 我記得它有中文介面 好 如果沒有沒關係 你進來 你看 這裡 有沒有很多範本 最熱門的 您進來看了之後 你看 Facebook有沒有封面 有 YouTube頻道也有封面 甚至你要做海報 Post就是海報嘛 對不對 你把它點進去 比如說我點進去 你要做海報的 你要做海報的 好 這裡我就略過教學就好 這邊我就略過教學 我記得 在這裡 你看有沒有很多海報的範本 在這邊 左手邊 你可以印的 四十二乘五十九點四公分 這樣你可以說你不會設計海報了嗎 你看我就點一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字改成你的 這邊 你就可以改成你自己的字體 只是這邊當然中文的字比較少 這邊比較沒有所謂中文的字 如果你真的要讓它變成中文的 你來這裡 大概只能選這個類似 假設你 當作是文字來看的話 各位看到這個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這是哪一國的字 日本 因為日文跟我們 中文和文字有一些雷同 所以勉強的話 如果你在那打 中文 你可以用這樣 當然我們也可以自己變成圖片 把中文字變圖片放上去也可以 如果說你要用特殊字 你不要用就是它內建這一種的 其實也是OK 這樣您了解嗎 OK齁 所以有沒有發現 剛剛講的範本範本範本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設計師很難當 因為不是設計師也可以設計出有水準的作品 對不對 所以你看過這樣之後 你再看其他的 你應該就會發現說 像這個一樣 你們如果說 比如說你可能是一個社團 可能是一個 就是組織 有沒有有做logo的需求 對吧 有做logo的需求 自己設計 就覺得不是很好看 然後呢 找人家設計 又缺錢 怎麼辦 同學又沒時間 就自己來上面看一看 就自己來上面看一看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點進來 OK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它叫一站式的網頁設計對不對 你從上面這邊 Logo 我就做Logo設計 點進去 就看你要哪一種 你要哪一種 我就 下一個 就看你自己選擇 你要哪一種字型 有沒有 上一種 你是符號的還是摘要的 還是有一種就是做一些圖示的 都可以 我用符號的好了 下一個 你要哪一種字 下一個 哪一種顏色 選好 然後你就把你的 公司名稱 大部分大家都用 英文的縮寫比較多嘛 當然你要打中文也可以啦 好 那你的行業別 行業別我看一下 這裡 這邊這邊 教育類的在哪裡 沒有看到 好 研究與發展 先用這個 好 顯示 你有沒有不小心就設計這麼多個 然後就告訴人家說 你看我昨天都沒有睡好 很努力在想 很努力在想 哪裡有東西可以用 這樣會很過分嗎 人家學四年 你學三小時 而且是 聽老師講的很久才動手做一個 可是他不是給你這樣 他總共給你 這麼多個 這樣你到底要選哪一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選擇太多 也是一種困擾 沒有也是一種困擾 有太多也是一種困擾 你看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設計產業在改變 對不對 傳統的我們的設計一定是怎麼樣 客製化 你要什麼 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我跟你溝通溝通溝通好幾次 我先做幾個demo給你看 現在不是 我一次就產生N個給你 那你根據這N個 回饋之後 因為你已經有視覺化了 這樣 即使客戶在溝通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 給你體驗一下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 為什麼我這邊要特別用這個任務給各位看